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证明受害者都是在喝了毒草茶的一个小时内 出现了身体无力 心跳急促的症状 乌头毒草的根部 叶子和花都有毒 必须经过提炼之后才能使用 中医界通常用来治疗疼痛 瘀伤等等 乌头草中毒会出现脸部 嘴巴 身体麻木 胸痛 血压大幅下降 心跳急促或减慢 胃痛 呕吐 腹泻等等 卫生局正在调查永和丝绒药行乌头毒草的来源 另外一个消费讯息 台湾来的鼎泰峰小笼包餐厅 北加州分店已经取消定位制了 想吃小笼包的客人都必须现场排队入场 鼎泰峰北加分店的在去年开幕的时候 门外的客人得排队五个小时才能进场 当时把老外看得都惊呆了 还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 完全不了解为什么会有人为了几颗小笼包 花那么长的时间等待 因为大排长龙的现象持续了五天 原本不接受定位的鼎泰峰 破例开放网络预约 现在半年过去了 鼎泰峰决定取消定位制 排队的客人主要留下手机号码 店内一有空位 鼎泰峰就会发简讯通知客人 好东西值得等待 更值得投资 网络串流电影公司Netflix的股价 在八年内涨幅超过2476% 2009年初 Netflix的股价只有5.5元 2012年8月 Netflix股价开始不断上涨 从每股7元暴涨到现在每股140元 涨幅高达2476% 目前市值高达604亿元 华尔街预期Netflix的唐琴 依旧看窍 值得投资 医疗讯息来看 很多人担心老年失智症 一记很早就发现 大脑葡萄糖减少和老年失智症 病发有直接关系 糖尿病患者体内的葡萄糖 无法进入细胞 这也就是为什么糖尿病患者 是老年失智症的高风险群 现在有研究团队发现 P38蛋白质 可以有效的阻止葡萄糖雪平下降 可以预防老年失智症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